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内地猛料 内地猛料方面有什么消息? 哎呀,那些消息都挺精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台湾网红晚安小鸡这件事 继续有东西发酵 在柬埔寨方面就揭露他 除了那件事做假之外 他说自己被人捉了什么圆区 原来还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稍后跟大家一起看看 另外这件事件也是令人关注的 之前中央已经不是说出声要排查安全事故 在湖南有一家饭店起火 令民众要自己爬墙爬枪走 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人死亡 稍后跟大家一起看看 另外这位广东女网红 你真是懂事了 海底撈 竟然在海底撈玩玩玩玩什么呢? 稍后跟大家看看你到底吃东西 还是搞什么呀? 哇,很有伤风化 稍后跟大家说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这件事件首先会跟大家说一下 哇,因为在内地现在成为热手 就是汉朝强西来袭 三预警齐发 中国气象局 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看着我眼睛都瞎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在新一轮 叫做新春过后 大家开始回来人缘往返 再加上我们经常有这么多朋友 有机会上去深圳、广东 或者甚至其他地区去玩乐 我们也很关心国家 当然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 因为一来到极端天气 会有些塞车 或者会有些事情 我们就要了解多一点 因为现在 这件事件都成为热手 就是因为启动了三级应急 这个紧急应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 就在昨天开始 去到22号 新一轮的寒流天气 将会影响中国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 哇,降温中热 还会降到18度 你现在想想 如果我们18度 一降就会变成0度 哇,真是重要局部地区 可以降到20度以上 哎,恐怖 变了负 而全国也有部分雪雨天气 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这些地区 也会出现了暴雪 特大暴雪等等 河南、湖北、湖南、贵州 会先后出现冻雨 而江南、中、北部地区 也会有暴雨的 其实这件事 大家也很留意 当然你说,我们广东省不害怕 因为根据这个 中国气象局的图表看到 全国 有一大部分的地区 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或者西北部大部分地区 都已经很冷了 但是,成都、昆明、 杭州、广州、澳门、香港 这些地方就很暖的 我们先吃又是又是 先暖一下 接着就很冷了 这个也可以提醒给大家听 我们有时候看这些天气 不是说未卖才知道 哇,接着 这个朱格林借东风 为什么你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东风到 人家有经验 说话好像神力那样 但是告诉你 因为我懂得看天气 我们现在有天气预测 接着大家 先过一个 十几天的天气 到星期尾 就开始 就很冷了 所以大家要准备一些功夫 什么时候洗衣服 什么时候要拿回冬天衣服 或者不要收起冬天衣服 另外也会关注 大家是会关注的 路面、交通等等这些情况 因为除了大雪之外 还有会出现了一些沙尘暴 也有大风 又横风又横雪 所以要做好科学防范 看到中国气象局提醒大家 公众应急避险 暴风雪来集 留在室内 不要外出 走路要小心 这样 也惹起大家的关注 说完这件事 我们立即 转发 就去了内地夫妻看电影 春节票房也很厉害 每个人都去看电影 这对夫妻是认真夸张的 为什么 因为他走去看电影 竟然要求 前面那排学生 为他而调位 你真是 没有了 买了票 对 对号入座 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我调位 但是大家都知道 没办法 我怎么调位 人家旁边又有人坐 这对夫妻 竟然发浪礼 老婆 闹前排两名学生 喂 叫你吊不吊 我吊死你了 这样的类似 最后发生新緝 还要离谱 这对夫妻竟然吹鸡 打电话吹鸡 人是 跟我打这两个学生 这样 离谱到震 这样也可以 后来这件事 工作人员 把他们带到电影院 调解矛盾 当然报警 这些事情 调解矛盾 吹鸡 后来警察到了 然后他们就依法处理 我第一次听 这样也可以 完全是离谱 然后也跟大家看看 这个是台湾网红 晚安小鸡 在柬埔寨 搞出这个大头伐 他在柬埔寨开直播 自编自导自演 就说自己在一个诈骗园区被人 襲击 一度失联 柬埔寨当局 这个西哈老黑省的初级法院裁定 晚安小鸡和他好朋友 亦属于台湾网红 网红 犯下这个煽动制造社会 动乱罪 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每人罚400万柬埔寨 大概是7600港元 法院更加披露 晚安小鸡去柬埔寨的目的 原来是为了拍摄关于人口贩卖 虐待 强奸 人体器官交易 这些造假片段 此消息一出 然后就很多台湾 台湾的网民都口珠不伐 就说 柬埔寨对了 你拘捕他 罚他重点 夹他手指 甚至会不会有人叫他 他这么喜欢 有的 不过好像真的看到有 有人就说 他这么喜欢拍摄这些东西 就做一个现实版给他试试吧 其中这一件事就因为 经过柬埔寨警方的调查 他们为了追求流量 不择手段 怎样不择手段 就说用了很多假的道具 血液 就更加在这裏扮装 就有那些 人口贩卖 器官贩卖 甚至乎打到 又有鬼又有性 可能就不知道是不是找了那些 男男女女 然后就做那些道具 皮鞭 性玩具等等 在这裏扮装强奸 所以其实这些 有时候 眼看都未必为真 真的 你看到 好像很真 尤其是现在的科技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当然 这些会影响很多人 会的 柬埔寨 早前是有这些事件 但是 看到 新闻媒体 又说 缅田四大家族 都已经 起了出来 我相信那些诈骗员区都不会这么高调 甚至乎都已经 打得一干二净 这些事件 都是多得 国家 派 公安 解放军 之类 一起去做事 这些 其实某程度上 很简单 他纯粹做完这些事 然后 然后 就 骗尾 所以 这些对于 别人的 国家 或者地区 是打 打击很大 就跟泰国一样 如果每个都是 弄这些这样的事 他真是 糟糕的 就等同 外国媒体 唱衰中国 是不是 搞到 别人不敢去投资 那就一样 所以 中方 你看到外交战狼 有人说 不敢去投资 你每天都在抹 每天都在抹 总有被你抹 抹 骗髒 所以 某程度上 这些事件也要严调一下 两年算轻了 真是老实 犯案 情节那么重 除了 他之外 亦会跟大家说 在湖南 杭阳 出现了 有一间食市火灾 起火面积超过1000尺 火势蔓延 整个小时才有救息 根据内媒的报道 当地市区 消防救援队 五节报 立即下午 火速抵达火灾现场 现场浓烟滚滚 有民众 真是为了逃生 他自己爬了出去 楼宇外琴枪 这样踩着冷气 跳下去 真是 很危险 这些事件 经据官方的报道 一共有14个人送院 其中 有7个经过楼院观察 发现了 没有什么 五个 经过治疗之后 就可以出院了 另外有两个 伤势比较重 全力救治当中 起火原因 仍在调查一下 其实 之前中央也有 出过伤 好像 在新春前 有一个商场起火 然后有很多 补习社 导致 重大事故 好像有人死亡 也下令 要防范 再有这些事件发生 为什么 在新春过后 又会出现这些事 究竟是气体爆炸 还是电线短路 还是什么事 这些 可能 今年 2024 6年过后 一个新的重点 要减少这些灾害 天灾 好像暴风雪 接下来又有一层暴风雪 这么大 这些国家 早就已经含了警号 各省各市 各政府 部门都要 当心 如何处理 如何 有危急应变 但是说是这么说的 有起事上来的时候 你也要去处理 是不是 这些事 但是我们经常都说 预防 好过 好过真的大事 才出来 检讨 所以这些事件 都嫌多 幸好 这次 体略的 情况 也不是非常严重 不然就很头痕 说完这件事 之后也转去看下一宗新闻 这宗新闻 就说 真是 海南岛 很多人去 有人说 海南岛现在取代了香港 买东西 因为免税区 但是又出现了很多 古灵精怪的东西 例如说 一万元的机票 才能走得到 甚至乎人太多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 要怎样 我在海南岛回家 他竟然是要怎样 很夸张 搭飞机去首尔游 首尔再转机 那我不如去首尔玩 这些车 哈哈哈 真是惹人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你在广州 可能很多人买不到车票 买不到河鞋回香港 你在广州 要不知买飞机 转去哪个机场 然后在那个机场 再统一个圈 才回到香港 你真是 真是 你真是一路向北 北完之后 再带个飞机向南 这样 真是认真 吓死你 除了这些事件之外 亦都出现了一宗怪招 就说在海南 在这个新春档期 真的很旺 随着假期的尾声 很多游客就抱怨 有去没有回头 很不开心 另外还有一名游客 网上就发布影片 就说他自己在海南岛 租房 住宿 他说10天的住宿费 两批东西 和海 很贵 但是说到退房的时候 竟然 认真夸张 这个酒店 或者住宿的 业主 或者是 他就说 要求租客 你退房的时候 你和我 抹干净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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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马桶 说的 那个马桶 不发光 不立立 令你 没得走 不是吧 你和我抹干净 真是 做什么事 很骚吗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真的 我真的没听过 这件事件由于说是民宿 租客 就立即 找了 官方介入 究竟 我是否真的有义务 要帮你抹干净的厕所 当然 有人竟然是 认同 要求你抹干净 等等 就算你住 酒店也好 Airbnb也好 这些民宿也好 你不是反转别人的房子 你不是反转别人的房子 在某程度上 我是没必要 你没理由要我帮你抹干净的浴缸 除非你签 你订阅的时候 合约上面写着 我相信如果他写明 我应该没什么 没什么人会 帮衬你 是不是 我不是终点 我来玩的 这个真的是 古灵清怪 这件事件官方介入 就有待官方调查一下 另外 这位广东女网红 很精神 很厉害 他很大胆 什么事 这位女主播 叫安琪儿 不知道在哪里的海底楼 这个非常有名的 内地打边楼 的店 竟然 找了一个包厢 自己开了一个 VVVVVVIP房 拍咸影片 怎么拍咸影片呢 整桌都是食物的 他突然穿着一件 非常性感的 等于肚兜的物体 另外 是 红色的内裤 可能在新春期间 他竟然用筷子夹些水果 磨自己的鮑鱼 你真是玩到这样 不是吧 你来吃东西还是玩东西 这件事引起热义 有网民爆料女网红患有月形肝炎 不是吧 这件事立刻上微博热手 吃还吃 拿火龙果夹起火龙果 磨自己 然后拿一条奶奶 你真的有没有搞错 你不试试整个杯子塞下去 你真是玩到这样 我不是很喜欢打边路吃鲑鱼 这件事真的很恐怖 当然 你怎么穿 我没办法限制你 从我的角度来说 你穿着肚兜 穿着底环去吃海底搭 一定是引人注目的 但是他在自己的包箱里 就无自己的包 本来也没人知道 本来也没人知道 那你就要拍片 那当然 这件事引起大家关注 那你还要拿人家的餐具 老实 你自己如果本身有些不舒服的身体问题 那这样会不会引起大家大型消毒呢 这也是关乎内地 现在有很多人关注 那种拍片文化 为了赠留量 走去无所不用其极 完全超越了道德底线 你今天这样的 将来就怎样呢 我真是难以想象 你会不会有阴影 等同而已 好像那些日本那些劣质青年 走去买豉油盖 买豉油盖 买豉油盖 你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些也是要小心处理 你不要乱来 是吧 有人说好看 你不看 哎呀 你都看情况 吃饭吃饭 不要搞这样的事情 以前有这样的故事 很多故事说 有说吃饭有人服侍那些 你吃饭时 又有人帮你吃饭 我都觉得这些没必要 我没有兴趣 真的不对 真的 不要乱来 好了 另外也说说 也是关于吃饭吃火锅的事件 在江城出现了一位男子 真是奇怪 就说 不知道是不是喝了几杯烈酒之后 酒精很上脑 那些东西很纯粹 很高兴 竟然在烧烤期间 就拿个烧烤叉 不是烧烤叉 不是烧烤叉 烧烤嫂 那些什么烧烤嫂 即是茶蜜糖的嫂 就当成美美佳鸟在那里咬的嫂 不是吧 你喝得这么大吗 而且吃得很过瘾 吃得很过瘾 神经病 当然 看起来很好笑 也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要适量 对吧 幸好他这次咬了个烧烤叉 要不然一会表演 吃炭 你们看 有什么事起来 好 另外 也看看下一宗 刚才提到的看剧事件 吹鸡打架 另一个问题 就是在浙江宁波 趁着这个假期 有人喜欢去看剧 有个女孩在电影院 连续看了十个小时 一天看完所有春节档期的电影 翌日起床出事了 什么事 眼睛出现了酸痛 经过医院检查 发现他患上急性青光眼 左眼视力受到严重影响 因为 其实 在电影院 一个环境很暗 螢光幕很光 我们要很聚精会神地看电影 所以 其实这样会导致我们的眼睛出现肝眼症 而且 在这么长时间 狂熬剧 很双眼 容易引发青光眼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看完电影 又要在这么暗的地方 突然去到很光亮的地方 也可能要时间适应 甚至在长时间看电影的时候 你也要適当地放松眼球 否则一会有什么事 就会是灵魂之枪 很严重 另外 也看看 这一宗 中方未来可能会取消澳洲葡萄酒禁令 中澳之间这些红酒禁令解除的话 会不会立即引起新一波热潮 大量人去抢购澳洲葡萄酒 当然 可能会 但内地的官员 长虹都可以喝口 但多个选择也是一件好事 随着中澳关系回暖 大家都在憧憬 中方会不会很快取消澳洲葡萄酒的关税 看到的数字就看到了 澳洲葡萄酒製造商已经将几百万枝酒运到香港 估计准备转入内地销售了 其实有人说香港近期的货币码头很刺激 某程度上 这也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贸易 或者经济环境都有影响 如果随着这些关系的回暖 你看到我们香港也是受惠的 因为会有很多东西运到香港 经香港再转入内地 其实这件事可以看到 开始慢慢活起来 这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觉得这些好的东西 继续继续有 令到大家都可以赚到钱 最开心 另外 也看看这件事 关于飞机大炮 什么事呢? 因为近日出现了一个图片 就是关于辽宁号 甲板 辽宁舰上 看到一部全黑色的 殲35隐形战机 艦载机的模型 引起大家对 改装升级一年的辽宁舰 高度关注 有内媒军事专栏分析指出 这个动作显示到 殲35隐形战机 除了部署在福建艦之外 还要放在辽宁艦和山东艦 还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 将中美战艦之间的差距 缩减 因为之前也看到有些是殲15 后来慢慢看下来 原来现在也放在殲35上去 那究竟辽宁号 是否真的可以搭载这部 殲35呢? 当然有几个关注 因为 辽宁艦 辽宁号 但是辽宁号不是用弹射的 它是用跳跃式起飞 究竟够不够动力 你在这么短时间 可以靠自己的飞机引擎推动 然后就可以攀升 起飞 这是引起大家的关注 当然有人说辽宁艦都会改造电池发射 但是这个也要看看 因为始终大家关注 殲35战机 很多东西在上面都会 当然作战能力 引擎的能力 如果变成蓝载机的话 它最大负重又有多少呢? 会否限制了它可以揹每一次 揹的飞弹数量呢? 或者作战半径距离呢? 这些也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但是如果 中国能够在三个航母上 都全部配搭殲35的话 可能在海上的军事力量 外界会重新去评估 如果能够的话 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你现在说美国有的 F35 F35B还是F35C 我忘记了 还是A 它有三款 因为美军那部F35 可以垂直升降 基本上就像直升机 很多地方都可以上上下下 当然看它的甲板 受不受得气 但是如果 国家都可以 将这件事 变成 自己的航母船都做到的话 那真是 厉害了我的国 好 今集时间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